1951集 听到这话 饭店老板下意识地 在唐庄男子身上打亮一眼 那眼神里露出 丽丝惊奇 段玲玲见了 有些疑惑地妄想张凡 小凡 我从他身上没有感受到 丝毫像不知气 他怎么就说得这么准呢 你们这一脉 是不是在入门之前 就能从人脸上 看出一些门道 不是的 张凡笑着白手 他体内没有像不知气 也没有到了入门境 从人的面相上 什么都看不出来 那 那他怎么 小冲听了 也是有些疑惑 大街上 走街窜巷的 没有入门 看一向算命本事的人 之所以可以凭借这个虎口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察言观色 并且也懂得一些心理学 对了 进门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饭店招牌吗 还有脑袋啊 看到了 招牌右下角 写着这个店的开业时间 也就是四个月之前 这正是这个堂庄男子 所利用的地方之一 一般情况之下 刚刚开业的饭店 生意都不会太好 他们家装修不错 但价格 却比别的饭店高了一些 这也是导致新开张的时候 生意不好的一个原因 结合这两点 唐庄男子就可以说出之前那一番话来 当然了 这只是针对一般的饭店而言 有些个知名的连锁饭店 即便让价格高 在刚刚开张的时候 生意也可能会很好 如果是这样的饭店 唐庄男子就需要是另外一番说辞了 而且他刚才说那番话 也不过是试探而已 如果这个饭店 并非是那种一般的饭店 而是违背了常理 刚开张生意就会很好 他会立刻调转画风 这不过都是套路而已 听到张凡的话 萧冲三个人互相对视一眼 都是赞同的点头 接下来 他会继续忽悠这个饭店老板 不仅要吃霸王餐 而且很有可能还要兜着走 这样啊 先生 要不 要不咱管管 不管了 从饭店老板的面向来看 他近期会破财 即便咱们今天帮他 把这个事给平了 他也会在别的地方破财的 那好吧 萧冲应了一声 果不如张凡所料 那唐庄男子继续忽悠起了老板 饭店老板十分痛快地 给唐庄男子买了单 并且还奉上了两千块钱 张先生啊 还真被您给说着了 萧冲冲着张凡笑了笑 他一直盯着那边发生的情况的 张凡也笑了笑 而后扫看了一眼三人 都吃完了吗 嗯 吃完了 吃完了 那咱们走 随后 四人便急了仗 朝着门口的方向走 就在四人即将到达门口的时候 唐庄男子忽然朗声道 大家都静一静 我来说两句啊 听到这话 众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唐庄男子 你说什么呀 说快点坐下吧 哪有那么多事啊 在这瞎耽误功夫 一名二十来岁 满脸横弱的年轻人 毫不客气地回怼了一下 那中年男子 就是你讲什么讲啊 哪有功夫听你说那些个用不着的东西 快坐下吧 别找什么存在感了 有几个喝醉的人都是纷纷复合 开始起哄 面对这样的情况 唐庄男子嘴角微动 感觉脸上挂不住了 望向几人的眼神里 生出了一丝愤怒 你他妈瞪什么劲啊 这饭店老板被你给骗了 你还想骗我们呢 老子可不信这个 你要是再敢瞪 我就把你那两颗老眼珠子给抠出来 小伙子 你年纪轻轻口出狂言 你将来 唐庄男子满脸愤怒的 指向那个年轻人 不等他把话说完 那年轻人猛得一拍桌子 指向唐庄中年男子的鼻子 怒声道 将来什么 说呀 年轻男子那股气势 让得唐庄男子一下子 把话给憋了回来 只能是舔了舔嘴唇 你他妈要敢说出来 老子今天就把你舌头给拽出来 拿着一杆破棋子 就敢跑出来招摇撞骗 唐庄男子 被中年男子给骗了 这么一来 饭店老板望向那唐庄男子的眼神 也从之前的坚定 变成了质疑 老板 结账 这时候 那个满脸横柔的年轻人 冲着老板叫了一声 饭店老板则是迅速跑了过来 老板啊 你这是被人给骗了呀 那年轻人拍了拍老板肩膀 而后指向了不远处的汤庄男子 我们邻村都是干这个的 也都是骗人的 基本上都是因为好吃懒做才会干的这一行 看这行来钱多容易啊 随便说那么几句话 两千块钱就能到手 饭店老板听了 干笑了一声 多谢兄弟提醒 今天这一顿饭呢 我给你打八折 常亮 一听这话 那年轻人的毛子顿时就是一亮 我叫大胖 是青卵村的 以后你如果到我们村子 提我的名字就能找到我 到时候啊 我好好地安排你 此刻的张凡死人已经到了饭店门口 听到男子的话 张凡脚步一顿 缓缓回头 在对方的身上打亮了一眼 先生 要不咱过去和他聊聊 萧冲提 先了解一下 青卵村里面的情况也不错啊 走 咱过去 张凡应了一声 而后带着萧冲几个人 走向了大胖的方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给大家看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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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